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橘子特别强调的件事 柯文哲跟我单做的柯文哲车直播 这威敬集团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 而且呢时间是两次 这两次呢会不会就是整个 我们在过程中几个重要的 转折点时间对上的时候 恐怕就是减掉最差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嘛 其实这里面有包括了 遇到一个困境 就是在这个都委会的时候呢 很多的委员持反对意见 那可能这部分要不要来做解释 或者在这个决定从这个 560变成是这个690 到这个840的时候 中间是不是有些转折点 需要到这个威敬集团总部 来做讨论 这些东西时间确认了 接着就是看这个柯文哲 有没有开会嘛 这一兜起来 这就是价值链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这个柯文哲说谎就很清楚了嘛 柯文哲说他只有去过豪宅 现在不对 你现在不是只有选后去过豪宅 你选前你在市府的时候去过了 现在你在当市长的时候 你也去过了这个集团总部 对 威敬总部 威敬总部 威敬总部等于是中石化 中工这些子公司 全部都在威敬集团 威敬集团小省的桌上 所有的资料 全部摊在台面上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刚才谈到的 橘子一定要到案 因为这个情况下 表示橘子知道 许多真正进行的 所谓的金华城案子里面的 妹妹嘎嘎 橘子最清楚 对 的确 我们看到之前 柯文哲有承认说 他去过一次逃猪引员 那时候说是沈经厅慰绕他 那后来被发现不止一次 那现在周欢又报道了 原来是橘子陪着柯文哲 到威敬集团总部的地下室 车子进地下室 然后雅虎来接 范老师 怎么看这个 为什么要这么的秘密 那柯文哲 为什么一定要到 威敬集团总部 去市场是不够 还要再去威敬集团总部 是有什么样的事情 非得到沈经厅办公室谈吗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应该是沈经厅 到台北市政府的市长 是去跟柯文哲一尊就教 因为今天是你金华城 有求于市政府 反倒回来是柯文哲 跑到威敬集团 去跟沈经厅报告吗 这个属从关系完全错了 而且你作为一个市政府 的最高行政首长 你应该要保持中立 明明这个威敬的 这个所谓的金华城的容积率问题 这么敏感 你为什么还堂而皇之的 跑到的这个 威敬集团总部呢 还是柯文哲觉得 我应该回访一下 你既然来过我办公室 我觉得真的叫 我们讲一定要避嫌 对 你这个叫瓜田里下 这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照片 你看那个橘子 他刻意在闪躲镜头 对 而且我认为他是从另外一边下车 然后绕到车后面去 所以你看到他他只有背影 对 他如果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我是柯文哲的随护 或是他的随从 柯文哲从右边先下来 我后面从右边下来 就是橘子是从另外一边 其实这边下车不对 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因为很多车祸 他可能绕过来 然后从这边过来 就是你从左边车 因为那边是车流嘛 对 很容易被撞到 甚至你车门打开 有可能就会发生很多意外 常常发生这个情况 可是他为了要 避免被媒体拍到 他刻意地从这边下车 然后从后面 因为拍到 就算你被拍到 你说我是路人甲 我路过啊 就一般人很难注意到 而且你看他的脸 完全是背对的 热住他又戴口罩 对 所以你就看嘛 橘子这个人 非常低调 非常专业 非常低调 非常的隐藏 所以难怪 过去这 柯文哲的这个第二任期 我们根本不晓得 有橘子这个人嘛 对 他这个潜水的功夫 是非常厉害的 对 那为什么 因为他时时刻刻 他都在关注媒体 他不喜欢曝光 哪怕他帮人家助选 对 他的那个战术背心 竞选背心写什么 写橘子 我们就没有 看到别人写拔腊 就他一个写橘子 对 那一般的这个民事民 他在扫街 也不会有人关注他嘛 他讲橘子是谁 所以我觉得 连看这样 这个 这两天很多人说 前上礼拜 有人在大阪 看到橘子 橘子看到 有人关 有台湾人关注他 立刻就跑了 对 他这敏感度是非常强 这雷达是非常 非常敏敏的 陈志涵跟徐甫 昨天上节目 说这个橘子就是形成秘书啊 这个哪有什么涉入的什么什么金华城的这个提案吗 陈志涵说没有啊 然后这就说 说检方找不到证据就扯橘子是账房 我必须要讲 橘子为什么会让柯文哲这么信赖 其实橘子大可以说 我哪有像你们讲的这样子 我可是这个柯文哲身边的重臣啊 你这个陈志涵你根本不了解状况 对不对 今天你说那个 之前过去马英九当市长 旁边是谁 金普聪 金普聪如果今天有人说 金普聪你是个倒开水的 金普聪你出来可以呛啊 对不对 怎么可以 怎么把我说出人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今天陈志涵根本不了解状况 你们是圈外人嘛 对不对 我们知道这个像总统 他有内卫 是 随身贴了世卫 有中卫 还有外卫 陈志涵是外卫啊 我是觉得陈志涵跟局府你们两个不要提油救火了 你们根本不了解状况 你们现在只是在希望科粉不要溃散 希望还是能够围在一个 阿比阿身边 然后想要维持网络的声量而已嘛 对 可是你们的很多的说法事实上都多不容了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情况 陈志涵你们也不必在消费举止了 好不好 也不用在消费柯文哲了 好好的善后吧 否则我觉得民众党现在是已经崩溃已经崩了 虽然还没有完全溃散 对 可是那口气已经是气若有死了 台湾民众党就是一个台湾笑话党 因为他们的发言都非常的可笑 那么今天为了要这个等于说博士周刊每周一报 所以今天特别有媒体就问到有关于周刊讲到 那么举止不是陪这个柯文哲两度到了进华城去吗 然后还到地下室 那括号 雅虎来接嘛 雅虎当然是租雅虎嘛 来接嘛 所以表示啊 那么怕 他们怕两边都怕哪怕去 我们怕走咖同样嘛 吴宜轩说啊 那么现非常意思就是非常可笑 认为周刊去报道说什么云端行则 还用破解两个字非常可笑啦 黄国昌 黄国昌外号黄国聪 所以呢 他更进一步的讲说 这个行程他们中央党部很多人都知道 意思是说这没有什么嘛 真的吗 那我请问一下 黄国昌黄珊三 吴宜轩 徐甫还有陈志涵你们这些人 基隆市长谢国良给200万给你们阿伯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中央党部通通都知道吗 那为什么没有在你们的 那个政治先进的仗册里面呢 为什么没有申报呢 为什么没有呢 嘉义文人500万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没有在里面呢 卖冷气的 卖房子的 卖汽车的 卖什么一大堆 为什么没有在你们的仗册里面呢 你们为什么不知道 你不是说你们都知道 你不是说你们什么都知道吗 为什么你们不知道 还有 陶珠影员去了几次 你吴宜轩为什么说你不知道 吴宜轩当时的说法是主席私人行程 他不知道 陶珠影员私人行程你不知道 去收钱你就知道吗 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讲什么东西啊 骂外面的媒体骂外面的这个周刊报道 是科幻小说是幻想文 结果你们自己通通不知道 更好笑是两个月前他们怎么骂 这些评论的这些评论员啊 对不对 还有这些这个媒体的报道嘛 把所谓的虚拟货币冷钱包 那个是科幻小说编剧 就没想到陈志涵竟然加入科幻小说的编剧行列里面 他承认有冷钱包嘛 你之前为什么否认 你们之前凭什么否认 今天台北地点署再次传唤了端木正 我请问你端木正为什么来 当然是为了解这些相关的政治现金的账策嘛 因为你们民众党说是他干的啊 是他乱做的 你们不都这样讲的吗 所有一切的账都是他做的 所以做错了都胜也嘛 现在不是嘛 讲得好啊 如果那么包黄珊珊啊 包他们这些人做 那是合法政治现金 对讲得好 你以为台北地检署跟这些 包括吊儿局联金署这些 不会把相关当事人叫来 你为什么一笔一笔 是一万一万一万 或者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或者是十万或是三十万 为什么是你的钱吗 这些人会怎么讲 这些人讲如果讲的是我的钱 我就喜欢这样捐 还没有事哦 如果他们也是一样 跟童中白一样 也是人头钱拿给他 拿他汇出去 那请问又会怎么样 为什么人家要这样做 你们用自己名誉汇出去就好了嘛 光明正大会不就好了吗 至于那么昨天那个 徐甫跟陈志涵那个专访 跟这个天大的笑话 说人家是倒茶送水的 天哪 你们这些人连倒茶送水的资格都没有呢 你看不起小李子 小李子看不起 小李子是中国还李鸿章要 李正正好李公公 要这样子 要喝水他们自己去买 他们自己去买 他们一个月领人家多少钱啊 一个月领人家二三十万 竟然连讨厌员都进不去 连进华城都进不去 连日本去不了 新加坡去不了 什么都去不了 什么都不知道 连USB都没有 里面是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既然你们说 既然陈志涵讲说 那是厂商送的这个冷钱包 请律师直接在绿建 去台北看守所 跟阿伯讲 阿伯不要玩抗了 直接把密码 告诉这个的 有检方跟联政署嘛 直接破解里面 什么都没有 是厂商送的那个 空白的冷钱包不就好了吗 还有更好笑 如果像他们 因为今年还是硬拗 黄国桑是全台湾最爱爱拗的人嘛 自己说错了 绝不道歉自己 搞砸了 绝不道歉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事实上 请问一下嘛 如果只是一个地查送水的 如果他的这个行程 没有不可告人的 如果他的地位也不是帐房 那干嘛亡命海外啊 今天吴怡兄还进一步说 你看那个超私蛋 也有一个在日本怎么样 他跟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吗 他跟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吗 他有被通缉吗 有被住校护照吗 既然那么单纯 为什么民众党 没有一个人能够叫这个 太过单纯的女性 举止回来呢 来来小拼音员 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 因为现在揭露越来越多 看起来是不是可以把他 这个串联成一个 比较明 就一个明显的一个轮廓 包括就是说 柯文哲呈下条子嘛 怎么做都行啊 快就好啊 减年传唤 前产发就好 零冲结 那在对照 柯文哲还要去 威京集团总部 当然举着作陪 显然还车子开到底下 就是一个急机密行程 他们市长是一条龙的服务吗 是是这样子 而他去了多少次 已经没有办法估计 因为他去 不是每一次要通关才去 而是他们真的是好朋友 好朋友 他们喜欢见到对方 但更要对方 我要你的钱 我要你的荣基 所以他们已经进入一个 政商勾结 水路交流的地步 举例说 他到那边 到那个总部 然后这个沈七星 我想不知道不谈 大家举出来有证据的 他到市长是两三次以上 外面见面 逃住人员 至少十几次了 就非常频繁 对逃住人员可能就是休闲唱歌 轻松 然后总部是谈正事 对 是这样吗 是 是这样子 所以 他是当然就是 一个叫做龙基要通关 或是 谈价嘛 你要捐给我 捐给党什么钱 有时候 当然到公家机关 比较恰当 比较恰当 所以谈钱跟谈这个是在 副市长市在这个政策 跟市长市 跟鼎月 跟威京总部 这四个地方是 可能性高的 吃喝完了的话 就是唱歌 然后吃饭 逃住人员 对到逃住人员多嘛 所以至少见面十几次 当然不止这样 我们知道就 加起来就四五个地方 加起来就十几次 第一个 第二个林从杰 叫惨发局长 那因为林从杰 其实也是蛮会做事的 可是呢 这柯文哲就不信 不喜欢招商引支这一套 他不喜欢 所以他每一次的招商引支 都是立任台北市场最后一名 你知道英国议员来 就说什么破铜烂点 对对 就是很粗俗一个人 然后他对于本土的土地啊 农机啊 他是比较有兴趣的 那这个是什么事呢 当初他想拿20%走两条路 第一条呢 就两条线 第一个就是我去申请 非法的20%的杜更荣基 那因为要掩人耳目 所以他另外一条线就是说 这个多20% 他说以前好龙斌也会 为了这个时辰奖励 台北好好看 你把它绿化会给1%2% 就很少 你鼓励 他拿了20% 然后他拿20%就说 我做几件事 名义上做几件事 这个是陶珠 这个是沈金金送进来的 这个20%怎么来 什么任性城市 那个有三个名目 自创 那这个是什么城市呢 因为他 因为林从杰 不要他当初是抗命的 800公尺做个清创空间 台北市清创一塌糊涂 林从杰本来是敌死不败 因为都失败嘛 都搞得不了了之 就清创空间还一大堆空的啦 你干嘛 这800不是为了 真的要弄清创空间 你是为了要拿那个 任性城市 你知道那个 为了要拿荣基 拿那个20%那个荣基 就是左手是 右手是任性城市 左手就是非法的荣基 这个非杜根 而拿杜根 好 那他前面多抗命 可是林从杰 跟这个柯文哲关系是好的 他是少数很长寿的局长 这样 很少很少 他换了三十几个局处手 你知道 所以 应该他也是听话 听话 他前面不要 那后来当然收到柯文哲的压迫 他就勉强答应说 我搞个800平方 差不多200多平方而已啦 一个清算空间 就一卯 我就弄个东西给 给他们 要回馈市府 给那婆婆手就吻合交代 那他被传去 就是他一定会交代说 他传去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交保才出来干嘛 他一定说 我当初有公文我是不要的 然后柯文哲压迫我 我没办法 我只能要 看起来是这样子 对 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过程 是不是这个所谓的贪污的 这个轮廓都非常的清晰 那现在所了解到的还包括 威京集团的大老板 沈庆金 那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因为他想要用这个生病 希望能够这个求取这个交保 但是法官这个不同意嘛 那现在了解到 到现在沈庆金是依然不肯招 来这个柯文 这个沈庆金一路以来从国民党的 这个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内库之后 在一路上政商关系 还跑到中国去用中国金华城 在台中用什么中华城 弄到现在你也够了啦 我觉得这一辈子也风光够了 那但是呢 他还不认呢 他还不认 完结不保 完结不保 完结不保为什么 遇到柯文哲啦 吃东吃梯啦 之前跟国民党合作 大家高来高去 那这个何哲来不何哲去 跟好龙兵 弄到翻脸 好龙兵都不愿意配合他的 他现在还在怪好龙兵刁难 对 然后弄到现在 哇柯文哲表面上好像要圆了 一圆精华大梦 精华风云 精华烟云 结果实际上是怎样 惹得一身心 所以把你弄到 灌到变色的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的贪心 是柯文哲跟你合作 图谋台北市民公共利益 不是北检 也不是什么党 也不是什么人 那既然你要拍 这个影集来上传 我也是只能祝福 那但是呢 几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个 你如果要跟该厂商合作的话 他其实是有一些 投标的规定的 不是你在家里拍拍什么杂货店的片子 就可以上 第二个呢 他可能要自己写剧本 写他如何被迫害 是不是 他有那么容易就接受他的故事吗 应该是不容易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个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办法分析 案情是不是有18禁的情节 总结一下 其实整件事情 他喊冤其实没什么道理 那柯文哲的部分比较有趣的 从第一张 我们今天第一张图卡讨论到现在 其实柯文哲他从政的过程 某一个时间点 我猜啦 我猜啦 大概是2020年开始 他开始在找钱包 钱包 你知道台湾人的钱包 有些人会买一些薄来品 金品 然后有的是短折 有的是长折 长颊 然后台南人的钱包是什么 是橡皮筋 橡皮筋绑越大捆 表示身份地位越高 但是柯文哲的钱包长什么样子 长李文忠 长沈庆金 有没有长黄珊珊不知道 长橘子 他长的是每一个不同的人的样子 曾经是一个钱包 叫台北市政府 后来弄了一个叫民众党 后来用了众望基金会 一个钱包变四个钱包 后来还有冷钱包 柯文哲从政的时间 关键时间点是2019年到2020年 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民众党的政治现金 由梁绣局签合 改为某间会计师事务所的杜会计师 而从那一年开始 民众党的政治现金就爆量增加 然后一直呢 怎么样 给人家感觉啦 最后一任了嘛 能拼就拼嘛 2022年的时候 他的钱包可能是黄珊珊 到金华城完成之后 省庆金啦 我认为现在我的评估啦 他比较像是移动钱包 终身贩票 就是我不一定要跟你拿多少再放在身上 或是放在哪里 你如果愿意给啊 可能是商办 可能是住宅 可能是会涨利息的地方 可是更有趣的事情是 他们建立这一层关系之后 你觉得柯文哲这辈子来切钱吗 不缺啦 不缺啦 我这个金华城 他就一百多亿 对 估最少的一百多亿 估可能膨胀利息什么挖个的 可以估到两百亿 对于陈北吉才可以努力的去看豪宅啊 对嘛 对财富自由了 对嘛 陈欣金你们这个科省 这个科省神喝一气 然后这样子的 谋取台北市民的公共利益跟钱财 怎么好意识弄到现在啊 所以我不禁 想起柯文哲2014年讲过一句话 叫做我常在思考 我没有留下怎么样的价值给下一代 土利财团 刀叉吃人肉 缩死自己的钱包 流亡海外 别人家的小孩 还不是你家的小孩 然后利用选举 赚一大笔 当市长的时候就在想怎么当总统 成立基金会就像带上魔戒 你要留下的价值 就是教大家如何在政治上赚钱吗 那柯文哲你成功了 你的确教很多老百姓 怎么错过选举赚钱 但问题是 这不代表你做的事情就是合法的 明中网跟柯文哲被爆这么多料 到底这些资料从何而来呢 因为我们看到 因为之前林冠年他就有在脸书上就说 他就说 他手上的资料是谁丢给他的呢 他说你们觉得我的资料 不是黄国昌 陈志涵丢给我的吗 他说呢 敌人就在本能寺了 为了一个怎么看 这么多的料 难道这里有可能是黄国昌或陈志涵丢出来的吗 但问题是这样子对他可能会有什么好处呢 还是说因为现在阿伯关进去了 未来他们的前途可能会更光明吗 身为跑了37年的资深记者 我不就这个事情做过多的预测 不过 不是自己人 怎么会有人要丢这么机密的资料给我们啊 当然是他们自己人 我们才会知道嘛 对不对 橘子这个名字呢 其实早在几个礼拜前有人提起 但没人认识 我想坦白过去 柯文哲当四年的台北市长 你认识橘子是谁吗 别说橘子啦 算了哪个字没人知道啦 我想坦白的嘛 就没想到 后来一查以后发现 原来橘子竟然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他的地位远在这些什么 吴宜轩 陈志汉 徐甫 黄山山 黄国藏之上 是柯文哲的御用的大帐篷 我们竟然都不知道 那么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啊 记不记得这个高宏安事件 高宏安 那时候第一次出来开记者会 双他的人是谁 林庚人 是国民党的这个 相关的新竹市长候选人 请问他的资料是哪里来的 不就这些一定是 这些当事人的助理 传给他 给他这些相关机密的东西的 民众党的东西 当然也是内部透露出来的嘛 那所以呢 事实上你说有没有内斗 当然内斗 请问万圣节在闹鬼 万圣节的闹鬼大会里面呢 谁没来 蔡壁如也没来啊 蔡壁如在干嘛 蔡壁如事实上在台中 搞自己的一个 等于说蔡友会嘛等等嘛 所以事实上 现在呢民众党四分五六 我告诉你啦 真正民众党的 以前我们会认定 民众党 没有柯文哲的民众党 是毫无影响力的民众党 那毫无影响力 大家抢什么 告诉各位 抢什么 抢钱 各位要知道 现在的民众党 可不是一个像昔日一样 缺钱缺粮的 缺魅力的这个民众党了 现在不是 现在有钱的很啊 对 各位要知道 2月1号 1亿5千万的 政党补助款 进去 明年2月1号 又新的来了 每年都有 每年都1亿5千万 然后呢 警戒还记不记得 那个一票30块 的总统补助款 柯文哲 闷声大发财 7380万 什么人都没讲 就放进自己口袋里面 汇到两个招呼里面 民众党还剩下 三千多万 1亿5千万 加上三千多万 1亿8千多万 柯文哲还有 那个相关的 政治先进 有6千万 没有花掉 2亿4千万 各位 现在谁 谁掌控了民众党 谁就可以随便花2亿 这个4千万 今天不是做了民调吗 今天这个民调 我个人没什么意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民调 这家民调公司 有个特征 就是这个民调公司 特别贵嘛 爆炸爆了990吧 对不对 他只要做 有利于民众拿就好了 爆了990万 如果按照这个民调报导的话 现在的总统叫柯文哲 不是 如果继续这样的话 当选总统的机会大增嘛 他们还是继续用 这一家民调啊 还出来讲说 司法不公啊 有超过多少的人认为 司法不公 还要一半的人 台湾人认为司法不公啊 我一看 这家民调 你们要公布一下 你们这次做的这个民调 花了多少钱啊 要不要公布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份也要100万吗 民众哪要不要公布一下 民众哪要不要公布一下 今天他们说人家讲幻想文 在写科幻小说编剧 能不能公布一下 这个民调你花了多少钱 万一圣姐闹鬼 花了多少钱 号称6000 我跟你说 有三千的皮胖 都已经头上了啦 你们花了多少钱 你们在这个寄南路花了多少钱 你们在西门町花了多少钱 全部公布嘛 以朝公信嘛 你们又花了多少钱啊 让大家乒乓一下嘛 照理来讲 黄瓜昌办在新北的 一定是自己花才对嘛 不应该花党的钱嘛 对不对 办在哪里 应该自己花才对嘛 现在民众党是一个 很有钱的政党耶 所以呢 为什么大家要抢 很简单啊 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民众党现在是一个肥羊 是一个肥肉 那么以前呢 主席独享 现在大家均分 是好 我们看到这个林万年所说 真的觉得细思极恐 他因为说 柯文哲被关进去后 最大受益者 的确是国昌老师 光是这个不用理两年条款 就可以爽爽 当完四年的立委 就直啦 所以柯文哲压越久 对黄国昌是越有利 那在陈志涵部分 他说当时的进总 这个副总干事 他把资料丢出来 就可以不用扛福报的责任了 真的是一个大爆料 再来这个张艺赛还有说 黄国昌呢 不是柯文哲2.0 只是劣职的副制品 而且呢 这个论演技跟演说谎的功力 黄国昌都差柯文哲一大截 所以宇将军 这个在讲别人鬼故事 看起来他们的内鬼 在民众哪里头 一大堆吗 这当然 黄国昌如果柯文哲 能够复行逝世的话 黄国昌两年就下台了 一定要下台啊 因为当时柯文哲在2024选举的时候 他的承诺嘛 两年 这个所有的八上八下 全换 所以黄国昌如果柯文哲不出来 谁来换他 还有黄国昌跟柯文哲签的那个约 有没有 对对不干涉党务 那约也不就无效了 那个签约者不在 那就失效嘛 对 就跟我们签保险一样嘛 对签约者不在就失效 所以现在黄国昌对他来讲 自由之身啊 对 所有的合约上面写的字就如透明这个笔水一样 写完就看不到了 都是因为柯文哲 对 而且呢 黄国昌喔 其实张艺赛说黄国昌是一个劣质的柯文哲的复制品 这点有点侮辱柯文哲 黄国昌连复制的资格都没有 为什么你知道 他根本就在把柯文哲当成一个肉票在量 他现在凡事必提柯文哲 你知道他讲很多事情 我告诉大家 柯文哲曾说 自己可以被牺牲 民众党不能被牺牲 我就回应柯说 我们都不允许你被牺牲 这柯文哲跟黄国昌晚上是睡一起 怎么讲了这么多话 他都没有跟陈佩琪讲这么多话 他只跟陈佩琪说 我们俩手不握在一起 我睡不着而已 黄国昌如果说这句话没有被陈佩琪先讲 黄国昌会先讲啦 我跟主席手没有握在一起 主席他睡不着 他凡事必要消费柯文哲 凡事必要把柯文哲拿出来量 所以他不管是演技 号召力 还有谋略 远远输给柯文哲 所以黄国昌想变成柯文哲代言人 我告诉你 除非重投胎 否则不可能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 柯文哲一出来 他没了 他的权没了 他的位置没了 他的发言权没了 柯文哲全盛时期的流量 黄国昌能比吗 柯文哲出来随便一揪 那个都是上万人出来的 黄国昌能吗 黄国昌少了他的好朋友 阿管黄国昌还剩下什么 就剩了那两口汤而已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说我才讲 那么黄国昌不能没有柯文哲 他更不能让柯文哲放出来 你看矛盾吧 对 你一定要在 你要好好的在 对 你这口气 关在里头的 对 你这口气不能咽掉 一定要扛住 要憋住 因为你在才有我 然后那我觉得 陈志涵跟徐浦 昨天受访讲一句话 我都觉得莫名其妙 你摸到柯文哲太惊悚了吧 柯文哲托梦啊 这柯文哲好像还在呼吸吧 对 还在呼吸人可以托梦 对 我实在没听过 我觉得他们现在 你摸到灵魂出窍吗 真的 他们现在都有样学样是不是 对 我学黄国昌 黄国昌可以看着这个监视器 跟柯文哲通灵 那么当然柯文哲可以活托梦啊 这不是活托梦 万世前刚过 这活见鬼怎么可能嘛 活人托梦 这个故事可以列入 这个新的鬼故事里面 活人托梦 我听过灵魂出窍 没有听过活人托梦 而且太惊悚 惊悚什么 为什么惊悚 你梦到柯文哲应该温馨啊 应该是感恩啊 为什么惊悚 因为你在外面 你们这两个家伙 深怕柯文哲在里面扛不住 讲出什么东西来 才会惊悚嘛 对 如果你们坦荡荡 曾在有说好可怕啦 对 好可怕 好可怕 梦到柯文哲怎么会可怕呢 对 梦到柯文哲应该温馨啊 对啊 有个可能 只是在看守所而已啦 你们怕柯文哲怎么样 对不对 来梦里跟你 讨债 不会吧 他是你的好主席 他是你的偶像 他是你们的天神 神到梦里应该是温暖 全身谈香味才对啊 怎么会好可怕 所以我才说柯文哲 已经成为民众党 共同的肉票 他不可以出来 但是也要继续呼吸 是 博文 现在这个 徐甫跟陈正恩 是不是有样学样 都要学黄国昌 凡事都要提柯文哲 所以连柯文哲的 托梦都出来 这是2024最新版的 聊斋置意吗 我们讲柯文哲既然是一个商业帝国 我们讲柯文哲既然要用政治选举来赚钱 那我们就用公司来分析民众党 柯文哲是什么 执行长 执行长现在在哪 抓去土城 那本来的副执行长 副总 这个是谁 黄珊珊嘛 然后呢 这个行销是谁 行销公关是谁 陈志涵等人 然后有一个HR 不过后来这个HR被换到其他公司 这个叫蔡碧鲁 然后呢 产品制作是谁 就政治上的产品是什么 其实就是政治理念跟论述 好那我问你 整个民众党谁在负责这件事 谁在负责民众党的政治跟论述 就黄国昌嘛 黄国昌 那一般来讲一间公司的产品部 或是制作部 它都是会最大的部门 因为它是实际 可以产出东西来做贩卖的 因为分有形无形的 对当然 有形应该是李文中的木科 我们举例啦 无形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是赠品部 那个是 那个是上下有供应链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政治上的商品部 是黄国昌嘛 曾经柯文哲选举的时候讲过什么 我那个时候去学一下司法 但我看不懂 我听黄国昌帮我上课上两个小时 这表示什么 表示执行长他出去卖东西的时候 他的东西是谁给他 那是黄国昌嘛 所以在执行长突然 突然离开他的位置的时候 那大家开始要抢位嘛 本来有些人觉得是副总 可是因为在执行长的领导之下 大家都乔买单 所以副总大家也觉得 你也没有在干嘛 你也没有声量 你也没有像老板一样 不管他做了多少的这个肮脏事 或者是替老板做过多少事 他就被人家嫌没有嘛 这个制作部的现在就大声 如果不是我这个部门 民众党还可以论述吗 民众党还可以跟人家吵架吗 有这样子搞政治的 所以他现在声量最大 被视为被接班的非常高的可能性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因为柯文哲长期的对政治论述 认为这个是没有票的行为 他把这些政策理念都丢给黄国昌 那黄国昌以前走过第三势力跟绿营合作的时代 是那种很高智慧跟论述冲撞的一个群体 所以他就拿着他的三脚猫的功夫 来到民众党当大王嘛 所以你从公司的角度去分析一切就通了 为什么现在会长这个样子 然后为什么现在谁的声音比较大 你说陈志然跟徐甫 有没有在学黄国昌的论述 当然 因为整个民众党都没料啊 没料的要怎么样装有料 就必须要去学人家嘛 有样学样 你说黄国昌真的很有料吗 他现在讲的不过也就是 以前民进党在讲的话啊 所以这一些对我来讲 民众党的论述能力 跟这一些吵架能力 其实都是怎么样 就是街头混混在打架啦 你说黄国昌有发明什么新的理论吗 有办法搞到修法 黄国昌人生第一次修法 就修到有99条违宪 你知道以后考生都要考 这个史上最多违宪的是谁 史上最多违宪在哪一年 以后国考的那个考生们 全部都要去学这一套 最丢脸的这个立院三宝 以后大家都要学 为什么提出 那为什么会违反那么多 违反宪法的什么原则 所以以后黄国昌 是台湾宪法史上的污点 我看过很多人追求历史 第一次看到他的污点 要被记录在 中华民国宪法身上的 就是黄国昌带头的 翁晓玲跟吴宗憲 所以他的产品 其实也不是好的东西啊 民众党唯一好的 就是新的包装 他的内容物 其实不是蓝的就是绿的 他没有比较新的内容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 林冠言讲的 我觉得他最可怕的地方 是他前两句 呼叫小草与柯文哲 你们觉得我手上的资料 不是黄国昌或陈志涵 丢给我的吗 他是在讲什么 我的东西 说不定是黄国昌或陈志涵 可能不是他们本人 可能是他下面的人 这林冠言是什么 林冠言就是公司的前员工嘛 那如果这间公司 云因越来越好的话 从无到有 从有到更多 那这个公司就是一个 正常的循环跟运作状态 如果这个公司 每次都把好的人踢出去 那个叫劣币驱逐良币 所以这个公司 现在到底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判断 对 这公司里面充满了内鬼吗 然后现在里面的人 开始鬼话连篇吗 那甚至还要委托求真民调 去做个民调 来 米凤姐我们看到 他们问什么问题 他说目前 认为目前司法是公正还不公正 不公正的部分 有49.1% 将近五成 公正是40% 然后对于检察官 是不是能公正起诉 有没有信心呢 没信心的过半有53% 有信心的是42% 对 这就是他们做的民调 就刚才那个表上面的 那我觉得真的很为难 因为可以做到不公正 跟公正差这么少 他们应该把不公正 做得很高啊 因为大家都对 他们都说对于这个阿伯 司法是非常的不公正啊 所以这是要怎么调 调到不公正 只比公正多9% 那他们有想到说 其实两边差不多 大家还是你们做的民调 大家觉得还是蛮公正的 大家觉得司法还是蛮公正的 然后呢 有没有信心 差了也是9% 9%多奇怪 53比42 这个也是 也都差9% 对啊 也都是差9% 我也不晓得是怎么调的 调的刚刚好 每次都在差9% 所以然后呢 这个我就觉得 这个民众呢 有需要办万圣节的party吗 更不需要啊 因为每天在党部看一看 每天都在过万圣节啊 而且不用化妆啊 不是吗 每天都在鬼扯 然后每天看看 互相看一看 就是在过万圣节啊 不用化妆啊 因为每个人都在讲鬼话啊 然后最近 我觉得最近民众好花了蛮多钱 对 办活动 对不对 一直要宣讲 对 再来民调也做 对 然后离谱 他们民调不是都蛮贵的吗 31号有个事情更离谱 听说要开一个中评会 要开除一个人 谁啊 谢立功 是哦 要开除谢立功干嘛啦 因为我 因为谢立功讲 对啊 因为说你们要最好讲实话 不是吗 然后那个谢国良的事情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心情很复杂啊 他后来其实又上电视讲说 他原来搞清楚了 是在那件事情的时间点 是邱成元不是他 那他还是蛮维护 这个民众党的啊 他并没有像Gracie 或是那个谁 那个张艺善这样子 然后马上就翻脸 然后听说这个 他当时这个不是 柯文哲要被抓去之前 然后有把所有的党公子叫出来 叫进来说要应变吗 然后谢立功也是一个 一个是一个人选嘛 然后当时他在接受一个广播电视的 广播的访问 然后他就匆忙的要走 然后那个主持人觉得他跟他交钱很好 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 谢立功还保密耶 说没事没事 结果后来才发现 他去参加那个 柯文哲的那个明代的会议 所以谢立功基本上还是蛮维护 这个民众党的 他只不过说啊 最好都讲实话 民众党竟然连众人都没有办法容忍 可不可以是他叫阿伯认罪写商犯的大件 对 就是这件事情而已啊 这件事情就已经送中评会了嘛 那礼拜四就要开这个中评会啊 那依照谢立功大家对于 对于他的这个批评指教 然后就可能会把他开除啊 那因为民众党现在就是少一个敌人嘛 然后每次都做一些这个很奇怪的事情 可是民众党你们要想想看 你们这时候开除谢立功对你们是好吗 谢立功现在的形象可能比民众党还好耶 然后现在谢立功还会帮民众党多少讲两句 他只是不会那么硬拗而已耶 那你开除谢立功以后 谢立功就可以大名大放啊 因为他还做过你的秘书长 知道事情会少吗 所以你们再做看看嘛 鬼事情做多了就会 我不知道谢立功会不会又变得颗黑了 又知道一个敌人嘛 对嘛所以说民众党全部人都在过万圣节不是吗 那你做这个民调是干嘛 浪费钱 我请问这次求责民调又有多少钱做的 你会公布一下 对公布多少钱 对啊上次做了一千多万的民调 这次又能够凹到多少钱 所以说我觉得民众党的未来 你们都好好的想想看 可是你看最近公布的美丽岛民调 就有六成 68.9%的人 认为柯文哲并不像民众党讲的 说他的清白代表台湾的未来 说他是为了公益在对抗内清德 就证明有七成的人 都觉得你们民众党是在讲鬼话 所以我觉得是说民众党你们未来的思考 因为他这样子一延压之后 他会超过 各位者请假的三个月 党内是必要有预波的 这个新风车路要改选